SALEGO!我們是MIRTHCGI KMC 歡迎收看小明星 我的經驗人數是兩人 看起來超不像的 糟糕 這位置很像訪談節目 經過了昨夜的一站 早上起來充滿了疲倦感 韓國人太熱情了 蠻多店的熱情的氛圍 蠻接近台灣的 蠻像的 對 跟日本的比較不像 但是他們做的時候 酒的特色也都蠻好的 那我們中午要先去吃 你想要吃的那個什麼 豬肉湯飯是不是 對 我記得我上次來吃過 類似的蠻好吃的 對 然後吃完以後 我們去逛一逛那個 就是十關礦客行程 去看一下附近的景點 再繼續喝 今天的店有這種 像昨天的這種很可怕的評價 或怎麼樣的嗎 昨天的 就是店主幾乎都是 還沒結婚 今天的三天店人都是結婚 有狀婚嗎 沒有 剛好排的是這樣子 就是 他們應該是會比較peace一點 應該是會比較peace一點 應該啦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好不好 走吧 我們先出發明洞吃你要吃的東西 好 來到你想吃的豬肉湯飯 他說吃法就是叫豬肉湯飯 然後加這個 醬料 跟胡椒 不過像這種豬肉湯飯店 它的那個大骨味都很重 就是那個 很像皮脂的臭味 這樣進來的時候你會喜歡用蟲露墊的味道 它就是輕量化把那個泡系拉麵的味道 大骨爆炸 我也是拿結束罪用的 好飽喔 然後那個湯真的結束罪 不過我覺得 這個豬肉湯飯啊 如果你是不太習慣 豬骨味道的 你可能會受不了 風味蠻強的 風味很強烈 就是已經接近有點野味的味道 或者是像我們吃的時候 你可以 胡椒加不少 因為胡椒過一個點的時候 整個湯變得很香很好喝 不是韭菜加多一點 韭菜加多一點也可以 就是純豬骨味道肯定不太習慣 但我覺得喝起來蠻爽的 就是喝酒隔天 還是好累喔 好 我們等一下去觀光一下 博物館少年 至少有帶你來韓國的博物館 我覺得還可以 OK還可以 那我們去祝福光吧 你看看起來太沒力氣了吧 公爹 咱們要去鵝妹山嗎 鵝妹山在這嗎 鵝妹山在這嗎 韓國地理不勝了解 這是我的知識量不足 但是也蠻大 很大耶 因為我上次跟我老婆來的時候 好像沒有走完 不知道 你跟老婆都沒有走完 我們怎麼可能走完 我們往後 反正我們時間超多的 逛一下 然後沒有換韓服的橋段 大家不用期待 你現在就不能講 你講好像就有了 真的沒有 真的 我第一次把景福宮快走完 我發現景福宮 你從頭走到後面 等下暗黑破壞神章節來切換 你知道嗎 就我們出了一個門想說 換到下一個章節了嗎 怎麼這裡的 長相差這麼多 我們現在換到ACT3 剛剛第一個是在室內的 黃宮內 第二個是在草履 第三個是有河湖的地方 水的地方 蠻大的 要走蠻久的 其實還蠻好玩的 走一走蠻好玩的 走一走蠻好玩的 蠻大的 好我們剛從景福宮走過來 你一路走到最底 從路走到最底的時候 就會看到那個 青蛙台 青蛙台 看到青蛙台 但我們沒有要進去 我走累了 我口渴了 我口渴了 我們去早上喝吧 好我們回到明洞了 去找一點東西吃吧 剛剛走路走得有點累 我可以先喝咖啡嗎 可以可以可以 找一個你想喝的 好 紅包 紅包我的紅包咧 在飯店 而且 我們明天不再回去了吧 對 而且我還忘記換錢 因為都是用刷卡 我是帶美金要來換韓元 所以我來韓國會拿我美金 對 我是本來想換完給你 結果 我們現在要換我也忘記帶 算了算了 反正都刷卡了 好不好 沒關係啦 明天節目在拍 反正明 我們在沒有懂 就挑一挑給老婆的東西 等一下我刷卡 好不好 你就是我的紅包 我是你的錢包 不是你這杯太大杯了吧 很爽 很渴 這太誇張了吧 32盎司 我想買這個蛋麵包 Eggbread 吃吃看 那就是雞蛋糕了 結果 雞蛋糕 果然是甜的 果然是甜的 好吃嗎 嗯 還行啊 飯光餓了我們吃個韓牛吧 夠夠 叫了兩份韓牛來吃吃看 叫飯跟泡菜菇 來配 還有啤酒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韓國啤酒啊 我自己喜歡Cas更多 因為 Cas很適合配餐 它很輕 那Terra是單喝 跟Terra是味道比較重 所以如果你來韓國 你來這種餐廳吃飯 看到Cas 永遠會以為你拿就對了 很清爽 清爽 先吃它的原味 不過它剛剛幫你夾那個 香菇芥末薑它很好吃 韓牛品質是還跟日牛完全不一樣的 整體來講 口感都蠻適中的 油味也不會到過度 我覺得算是 大家都會喜歡吃的牛肉 跟有些人不太喜歡吃蠔 因為太油 但是我自己也不是很喜歡吃很瘦 因為太 太沒香味了 我有聽過講把包對不對 它都好像介於美牛跟橫樓公爵 有點類似 有點類似 然後它的這個湯 好不好 好喝嗎 它的湯好 我來試試看這個香菇醬 很好吃耶 好吃嗎 嗯 是一個沒什麼吃過的味道 欸 但我蠻喜歡的 因為我喜歡吃香菇 我也喜歡吃煎 大概有時候如果你吃麵的話 可以用這樣泡的吃法 然後像我剛剛把湯給給我分 這一家是不用定位的 就是走進來 它可能好像去序院之類的 就是很多家那種 我自己覺得品質還蠻很多 挺好的 就是很輕鬆的一層 然後我們這樣吃全部 十一萬行連 除以四十多塊 大概是 不到三千塊台幣 一個一千多塊這樣 一個一千多塊 然後我們點的肉是比較好的 我覺得我蠻可以解鎖的 好的 開始了我們第二天喝酒行程 剛回酒店休息了一下 精神很好 又開始期待喝酒的感覺了 你聲音越來越明顯 沒錯 已經回復了 完全回復了 我們今天的第二天的第一家 來到了在漢南 漢南區 還是漢南洞 它英文是漢南的 Bar Soko 也是一位厲害的大師的店 天好亮 話說現在是七點 天超亮 現在七點高了 我現在我們三點在喝酒 現在七點 我們來到了Soko 然後Soko是從剛剛那個入口 往下面走 整間店非常的classic 就是給我一種很沉穩的感覺 它很適合在七點的時候來 但它正常來講它有吃的 可是因為我們是禮拜天來 禮拜天剛好老闆也剛有傳訊息說 禮拜天是他們的Family Day 所以他們兩個剛好今天休假 所以我們今天沒有拍到十五 下次來大家可以試試看 他們現在就有八杯 現在也有classic 但是在這邊我可能會想試試看classic 就是這裡的氛圍很有那個感覺 因為昨天我們去的店都是 比較new style 或是熱鬧的 但這邊就是會讓我比較想要有 點classic咖啡的感覺 不過我們還是先從Sanadget 握手一起 然後我點的 我先從一二杯開始點的 我們點了UpUp 跟第二杯Sanadwood Hypo 剛剛Toyle CEO解釋說 Sanadwood Hypo是因為你下來的時候 不是有聞到彈幕的味道 有 就是它這邊的 想要讓大家第一時間下來想體驗到的味道 它的杯子很可愛 然後剛剛上面的泡沫 它說是用咖啡味道 對 所以它現在充滿了有點像柑橘 可是又有咖啡啦茶味在上面 喔 威士忌 based 所以它的喝起來其實 有點像咖啡酒的感覺 它是帶有一點氣泡感 然後沒有那麼甜 但喝起來是很清爽 但這個如果你不喜歡苦味的 你可能要換另外一杯 然後這杯是Sanadwood Hypo 如果喜歡檀香味的話 這杯的檀香味做得非常完整 但是不會讓你有覺得很厚重的木頭感 香氣很夠 但是你喝起來很清爽 這會是我的第一杯 而且這杯就是算是 來這邊大家會點的第一杯 就是Sanadwood Hypo 喔對 另外提完好 韓國的提完有時候長得超帥的 很體面很好看 很像那種韓國的男性 對 真的很像 超像韓國男性 難怪他們韓劇在演男生的時候 都會往這個方向 對 而且因為不管是你長得獅子 還是粗獷 他們基本上在整理這個方向都整理得很好 就算你可能不是發力 你只是一般的可能正在學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錯的 欸他們打扮方式 你看這都韓國人 對 很棒 然後剛剛有問他 像這邊的話這種店也會有table fee 像銀座才有table fee 但這邊也會有 這邊的table fee好像是1萬韓元吧 不貴啦 不貴啦 但這個table fee 就是比較像是要保障說 欸你來了你不會 只喝一杯嗎 所以我不太確定 但anyway我們 像我們之前跑爸就是 每間店都table fee拿個兩杯 城門糟糕 城門糟糕 但也不會有太多人像我們這樣喝 好 我們喝下這杯 等一下再點下一杯 我們喝完準備點下一杯 然後我們再跟提老師聊天 然後他剛剛說你們有興趣可以點Classic 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聽到人家這樣建議了 然後就跟他繼續聊 他就說這間Bar Soco 其實有超過50%來的客人 是想點Classic 大概只有20到30%會點Signature 那我覺得如果你有來到這間店 你可以點點他們Classic 因為我覺得現在對於自己的Classic 有信心的店家已經沒有那麼多了 所以我是非常的有興趣的 所以我們一個人點了side card 一個人點了貸品 我們等一下就來喝喝看 然後他還有說這間店的組成是80%的Local 20%的外國 那我非常期待喔 這就很像是我們自己會去 走很深的Classic Cartel Bar 這樣子 嗯 做得不錯 這杯算是卡在中間喔 我覺得它有酸油膩 我覺得拼湊度算不錯 喝起來的負擔也滿輕鬆的 這也滿輕盈的 對啊 邏輯上以配方來講 就是裡面的酒精濃度應該是一樣的 可是這一杯喝起來很清爽 不然通常side card 你如果太早喝很常會喝到 假設你把酸點子拉比較高的話 會很重 就是會很厚 對 但這兩杯都屬於其實我大概 第二杯就可以點了 Classic 我覺得不錯 我們等一下可以再試一個Classic 剛剛喝到幾杯 第一天都幾杯 第一間 我們試試看吧 好 我們第一間在SoCo的最後兩杯 我們點了Gimlet跟Wine Lady 結果到我後面點三杯酒長得超像 因為這畢竟第一間店 Classic現在叫我這邊點了 我發現或是Mahazan 我是比較喝不動 所以我們就點了 GimBase跟RoundBase的酒 清爽 好喝 有效果 因為我通常去Classic Bar 我會點的三杯主要就是 side card Wine Lady跟Gimlet 還有Decry 就是我最常點的四杯酒 你四杯怎麼都很像欸 對啊 但我喜歡這個派點 我喜歡這個派點 這邊Classic做的比較輕盈 普遍 我們試了四杯 基本上普遍的感受都比較輕盈 而如果你有來的話 我覺得第一杯點他們的signature 像Sandlewood High Bowl 再接Classic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棒的範圍 然後這間店我認為如果你是 跟陪我來 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都蠻適合的一間店 它是一個很沉穩的店 不錯 如果下次有來的話 我現在還是會知道 那我們喝完 就準備往下一間店 我們太早吃飯太早喝酒了 現在才八點 到有點餓了 所以我們去下一家酒吧的中間 又路過了第一間 第一天經過的Egg Drop 我要再買三個吃 嗯 很爽啊 有力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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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很涮香喔 很好吃啊 包色的這個好處 很爽 吃完 下一家是不是 好我們現在在The Mythology 然後 因為我們來了比較早 所以他們位置還沒準備好 我們現在旁邊的一區 其實我覺得這區還蠻chill的 很大 一個超大的木桌 等一下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去霸臺位置 然後給我看到他們的酒單 就是 酒單很可愛 很沸騙 酒單很可愛 我們這邊一樣 這一家我們就點Cinecter 我們等一下就來試試看 而且我覺得它的 店都蠻漂亮的 你看它上面 不是你突然有點害羞 你知道嗎 沒有了嗎 突然看到屋頂 就是 你想要什麼 嗯 我們準備一點點酒 我看到說這邊的RTD很好喝 但我們要點它 Cinecter Cartel的部分 只是這兩個口味有RTD 就是有罐裝的 第一個是Herb Kimmel 然後第二個是Blanc de Blanc 然後最後一個是 只有Cinecter Cartel 是Vendermil 三杯 我們先試這三杯看看 然後第一杯是Herb Kimmel 然後 它基本上應該算是 用草本的概念去做的 Gimmel 聞起來非常的葡萄香味 我感覺是覺得是 非常輕鬆的一杯一酒 非常快喝 大口大口喝了嗎 大概 大概 我兩口可以Care吧 呵呵呵 這家很適合當 第一家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在SoCo很棒 但SoCo放第一家 其實我蠻早就要嗨起來 呵呵呵 然後第二杯是Blanc de Blanc 那個第一到底Blanc發音 是叫Blanc Blanc嗎 Blanc Blanc 不知道 這個有用到 白酒 然後Vaga 然後跟Pineapple 這兩款酒做RTD 絕對是對的 敗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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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第一杯第二杯 直接KO的那一種 其實能做RTD的 多慢B9型濃度跟好路口 這是算是比較常見 這兩杯在Synergy的版本 也還是很好喝 這個聞有松露的味道 為什麼有松露的味道 有松露嗎 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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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任何松露 可是它聞起來很松露 的味道 瓦斯味 對瓦斯味 然後第三杯叫做Vendom Milk 就是Moscow Milk的便體感 可是我覺得我們這樣很常常 就要喝很多Moscow Milk的便體 呵呵呵 然後它剛剛最後不是有那個 很漂亮的瓶子 它有做了煙燻 所以它的在表層的香氣 是有點煙燻味 對 兩口 我一瞬間就要把這些酒都喝光了 所以你六口可以把它喝完 絕對可以 絕對可以 太狠了 我真的絕對可以 他說這三杯是他們店最暢銷 完全可以理解 因為這三杯 太好 太易 你知道嗎 沒有門檻 所有人來都覺得啊 好好喝 好清爽 Mythology Sword 我給 第一家的評價 喔 不是第一名啦 我沒辦法評價第幾名吧 他是第一家的 我以為你給這家叫做大量過百 不是啦 不是 我覺得吃完飯開頭的第一家可以來自己 確實 他們最後有第一 黑松露友 得意了得意了 還沒喝醉 好味覺 還沒醉嗎 吃香蕉 我醉了嗎 欸 怎麼突然間 他們突然間 給我們一個甜點 焦糖香蕉 然後 焦焦 配他們酒杯讚 我們 再點三杯 我希望我們今天點點六杯 然後 呃 直接讓他們點了 我們等一下再來介紹 我們的三杯也來了 然後這杯是Moulin 然後這杯是Spokey Gulf Honor 然後這我們所有的甜點 呃 Grass Hopper Giada 我怕這個融我先 我先 我先吃這個好不好 先吃吧先吃吧 頭不會痛我吃那麼快 以後如果來玩最後一杯一定要 薄荷巧克力冰淇淇淋 他這是用冠冰自己拉的耶 我剛開的喔 所以他那個拉出來看起來超好吃 很搞缸欸 然後這杯是Moulin 對 他是 以Vaga為底 然後Roseberry味道 都很 簡單的喝進去 如果你帶 另外一半來 我覺得這杯就是一個很值得拍的 就 都很 簡單的喝進去 就是 跟前面一樣 不太會有人說 喔 這家酒我不太喜歡 不太可能 就這個就是 串飯第一家 然後Smoky Coffee 這個應該就比較重 這個威士忌杯 如果在這間店 這個算是比較重 可是對我來講 還可以 然後它的Smoky Coffee 它的煙燻味又在加強的時候 所以整體味道 平衡是更重 如果第三到第四杯 我認為是可以點的 沒毛病 沒毛病 但其餘我們今天所有點的 其他酒大家都不用擔心 就是 兩口喝完 兩三口 每一杯 說我怎麼這樣穿這個 戴這個帽子 只要在那邊吃冰淇淋 呵呵呵 又來了 V嘴瘦 我們先喝一喝 然後我們 吃完冰淇 我們準備去接了 最後一家 就是適合這種包廂嘛 包房啊 一定要來啦 下次來就要來一種包房啊 呵呵呵 蠻好玩 我覺得來這邊 他說免費的 當然可以玩 當然可以 我們準備去下一家 好我們來到了今天的最後一家 The Chamber 也是 在江蘭這邊 非常非常有名的酒吧 也是我在上一集提到說 我在六年前遇到他們老闆 我才知道 原來這個老闆的 地位這麼大 他們是大部分的包都在地下室啊 嗯 我想很少 台灣其實也蠻多包在地下室啊 也是 對 畢竟這是江南區 也是 這也是江南欸 我如果在新一區罷的話 我也要到地下室啊 好我們來到The Chamber 下面 也是一間 很漂亮的店 然後我們來的時候 剛好遇到 現場的 鋼心眼中 然後他們有兩本Menu 一本是就是單杯的 雞酒啊 紅酒白酒啊 香檳啊 然後我現在拿的這一本 是他們的 Sinature Cocktail 我覺得我們好像 反正今天最後一家了嘛 我們剛才沒有去他家 我們好像可以 聽到你說今天最後一家 所以我都有點緊張 就可以 多喝幾杯嘛 明天我們就回台灣啦 今天早上我不是這個態度 大家還記得 今天早上影片我開頭 會長什麼樣子嗎 然後 它在後面也有 他們的9款的地圖 就你喜歡Fruity 或是Refreshing 它都有自己有Dry 或是風味向線 風味向線 我剛才在猶豫的時候 要過來介紹 就是01的Chamber Signature 是他們都不會換的酒單 他們每季有換的酒單 可是這五杯酒 就是他們從開店到現在最經典 他們的經典 他們的經典 所以我們照他們說的 我們試了Chamber Story Life in Buddha 以及後面我們下兩杯 會點的是 Chamber Signature Chamber Signature 我們先來試試看 這已經不是試試看什麼了 可能我們一來就是兩個 三杯起跳嘛 還可以喝就在喝嘛 我覺得韓國目前的這些 很有名的酒吧 在製作物體上 物件上都蠻用心的 這方面其實蠻可愛的 我大概兩口吧 有酒的綜合型果汁蓋 它是你最愛的 對 這個是Life in Buddha 然後另外一個 書的這個是 叫做Chamber Story Chamber Story 是因為他們說 這一杯就是涵蓋了 這個Chamber的故事 上面的煙燻味很濃 因為畢竟它最後是有開煙燻的 這裡每一間店 都可以當我的第一家店 所以我可能六點 要去同時有好幾家店 都是非常清楚 都是兩口 但Chamber Story的味道更豐富 它是Rom Base 然後也有一點鳳梨 它也有加鳳梨 然後跟Swee Verme 它出現一個新的味道 兩杯來講 都很好喝 但是Chamber Story 我下一次為止 這就是他們老闆JJ的 你可以看到 JJ和Louis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照片 Louis是The Big Boss 對 這是我們的第一次 公司 Aran 我們 開一支祭在這 我要成為全世界的祭酒王 剛剛SOHO我已經祭了一支了 然後剛剛 我不知道就是 黃浩婷那個 如果是飛車的黃浩婷 也密我說在 他在SOHO 全世界都會有人找你喝酒 在韓國欸 你不搞錯啊 他一杯好大一杯 真的他給超大便 但我真的覺得 韓國的飲酒文化 真的跟台灣比較接近 就是很熱情 大家別以為只是對我這樣子 因為有請人打過招呼 然後剛好 或是有認識 但其實我們有觀察 其實我們這幾天陸續 都有遇到滿多台灣觀眾 就是在旁邊喝酒 其實他們對於多數客人的態度 也都是這樣 就是都是 像台灣一樣比較熱情 他們對他們當地的首客也比較好 可能更可能更好 希望大家溫柔一點 喝起來的時候 原本你會覺得 啊 很烈 緊緊 就五滴水 變另外一個世界 我一直覺得這件事情非常有趣 好玩 好玩 真的好玩 酒的世界太深了 真的還有太多東西 可以去學 可以去看 我們再來我們點 下一杯是Postman 它是Gymbase 然後Cranberry 他們這邊上酒都很fancy 他們這邊上酒都很fancy 這大概是23杯 第一杯不是的 23杯 這一杯的 雖然說有Cranberry 可是 它整體的酒感是比前面幾杯 再高一點點 口感再厚一點點 配合他們的水果 還是滿舒服的 我們的第四杯是 Adao Scott Candy Smokey Whiskey Futter Scott Sol Agave Lemon 還有NICE 這杯給你 有Agave味道的奶茶 這麼有趣 說實話我覺得滿好喝的 我就會吃吃吧 你說什麼 我喜歡 這絕對是你的菜 這絕對是我的菜 這絕對是你的菜 我們把我們剛剛的Postman 給你這杯喝完以後 我們點兩杯Classic 就收尾好不好 啊 好很棒喔 先喝先喝 我們剛剛本來要點Classic 但Bunder說 他有一杯想出的 我喝的酒 這叫做Rabbiter 它這個基本上 概念就是兔子的概念 所以它縫上面是 紅蘿蔔 胡蘿蔔汁 超紅的耶 喔是嗎 有的很好 欸它不是指紋的 它是有層次的 這杯超好喝的耶 Rabbiter 這杯叫Rabbiter 那我們再點一杯Classic 我們就收尾好了 可以 這位家店我覺得可以點好 我發現 我們一起喝一杯 這麼遜嗎 這麼遜嗎 好 好啦 一起就對了 這他們店裡的 Old Fashion 那是我們今天的最後一杯 然後今天的三間店 跟昨天的三間店 都分為概念 完全不同 前一天比較像是 酒客年輕人很喜歡去的 熱鬧 熱鬧 非常好玩 非常歡樂 今天這餐家就是 比較成熟的 比較適合聊天 比較適合聚會的夜 包含SoCo 跟Locamber 對他們的Classic 都是有一定的自信心 很棒 這趟整個韓國的酒吧 算對我有完全性的改善 因為 在五六年前 我遇到 老闆接見的時候 我們在兩天 他說 其實當時韓國 在調酒圈是 很不生活的 很像有錢人 約會的玩意兒 但是現在 越來越多年輕人 可以接觸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未來的韓國 會非常好玩 那我覺得台灣的觀眾 如果有來韓國 你喜歡酒類的文化 也可以趁現在體驗 不然 趁著好體驗 趁著好享受 早買早享受 晚買沒有折扣 好喝 我們下集見 準備回去了 其實最後一餐中餐 我們來到 江南區的江西麵 這餐應該是我 這幾天吃到 我覺得 算是 最喜歡的 因為它整體的用上環境 都還不錯 然後餐點 絕對蠻好 它的煎餅很好吃 煎餅很好吃 因為我覺得 我們這次查的料理 跟蠻多 都是我韓國朋友推薦 我覺得那個東西 有時候 可能跟台灣人的味道 不一定的 完全 像我們這幾天吃到的 一些很酸很辣 對他們來講是剛好很好吃 因為我 我確定它應該是好吃 是因為現場很多 就是中年以後的韓國人 那就表示這間店 絕對是長時間 他們在吃 其實對我們兩個可能 味道很重 那像鰻魚 我覺得很好吃 然後 那個湯我覺得 多數的可能固定 也會太重 沒有算偏本 就算偏本 但今天這個應該就是 大家可以吃 然後我們昨天晚上回去的時候 有去 我們飯店好像沒有設備 二波蘇很可愛 它的湯飯是 湯包打到一個碗裡面 加熱完以後再把飯加熱 再把它拌進去 它很好吃 好吃 不錯 然後這張 紅包 帶一家紅的 錢沒拿 馬上出來就 然後韓國基本上都可以刷卡 所以我覺得來 如果不在意會差的話 其實韓語無用 換到汗裡 因為我們幾乎都 刷卡解決所有的東西 然後我們這一趟的包車 因為我們喊兩個機場接受 三天 然後兩天的都超時 因為我們都從11點到 完裝1點 韓超時費用 大概92萬韓元 約2萬低左右 一幣 那我覺得如果一台車是可以做到 五個到六個 的話 我認為這費用蠻方便的 因為我們就不要一直等車 大家也可以考慮看看 那我們這趟有 比較少在路上整 但我發現韓國人好像 沒有特別喜歡走路 沒有什麼 因為日本的路上就超多了 不過我覺得這趟整體來講 韓國的體驗 我覺得還不錯 我應該還好 應該還好是考慮客人 來不來 那我們這集就這樣 這次我們準備去機場啦 如果喜歡這集的話 就別忘了分享 如果你們有吃的喝的好玩也去 歡迎來信也去 跟我說 感謝所有朋友們的幫忙跟照顧 謝謝 我們下次見